今天我們要從這則新聞來說起 那麼身為女性同胞 我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心疼 那這位婦人60歲會急就醫 所以你看她已經罹患乳癌 乳房都炸開了 可是她還是不好意思去看醫生 那麼因為有味道 她就用每天噴香水 來掩飾這個臭味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也非常的感叹 那如果說她提早發現做治療 是就不會走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關心 其實國人罹患乳癌 一年大概高達一萬一千多人 這是不容小覷 那今天我們請到明醫專家 抗癌的女鬥士 跟著我們帶著我們 一起來做好預防 甚至怎麼樣來對抗這個乳癌 好 節目開始 我們先動一動大健康 有請我們台安醫院金城武教練 黃俊老師帶大家來動一動 大家好 請跟著我一起動一動 跟著黃老師動一動囉 今天我們要做的動作叫做 側向弓箭步 首先先跟著我將你的右腳 向外側打開約兩倍的臀部寬 慢慢的將你的手先插腰 臀部往後移動 透過臀部的移動帶動你的膝蓋彎 請開始檢查你的左膝蓋開始伸直 右膝蓋朝向正前方 所以我們不要外巴 好 請開始留意 腹部跟背部同時收緊 來保護下背 上來的時候吐氣 慢慢的把臀部推回到正確的位置 好 準備再跟著我做一次 臀部往後延伸 胸口挺起來 好 請保持 專家做得OK嗎 不錯 不錯 可以 好 慢慢來 好 現在我們要試著做快 好 兩隻腳先收回來 試著打開 蹲低 手延展 同時收回 透過速度的改變 我們可以增加自己的心肺 甚至我們可以把臀腺的動作 慢慢的強化 好 再來再一次下 好 我們跟著換方向 現在左腳打開 蹲低 OK 下來吸氣 鼓氣上來 請胸收腹 持續做 你可以讓你的小腹 臀部可以更健康 好 慢慢的最後一次 手再回來 好 今天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當我在做運動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正前方是 我工作夥伴他一直在笑 他說 叫你穿這個冠袋 穿漂亮 這個動作其實 我覺得有時候會保留一下 但是我們說 有時候你不怕 不好意思 對 你真的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要趕緊去看醫生 沒錯 現在跳出來說話就是 已經來上我們節目 好多次的錄案 待會兒介紹了 特別在介紹的錄案 首先我要先歡迎這位名醫 一看診了從早上9點 看到拔妹 建車駕駛都知道 去排他的班 就一定溫潭了 因為好多的病人 陰暗的時候 拔妹都會坐幾個人車 所以他們這些運獎朋友 很感謝他 而且他也跟著他移動 來到北醫了 我們要歡迎是我們 台北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的杜世新副院長 副院長你好 歡迎您 歡迎您 百忙當中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今天我們的夫人 也陪同了 那我們的鏡頭 也給tag一下我們的夫人 歡迎我們的這個夫人 歡迎您 今天他也是百忙當中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剛才把請教夫人長說 夫人來你會緊張說 沒有啦 我每天看病人演講說 四五倍的人 都不怕了 因為他把他多年這個 就是看診經驗 也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讓大家好好的來預防乳癌 對抗這乳癌 那第二位呢 我們要歡迎他 掌聲要大聲 你會說 我第一次來 又一點點緊張 陪安說不用緊張 因為剛剛還有說 雅芳姐 我手有一點冒汗 好 掌聲我們來歡迎是我們的 北一護理部的 吳婉華護理長 護理長好 大家好 好 好 漂亮的護理長今天來 她有特別的任務 大家有告訴你 好 剛剛已經跳出來先講 歡迎她已經來好多次 她已經非常熟悉這個 我們錄影的這個現場了 歡迎我們的抗癌女鬥士 陸安 陸安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陸安其實 也跟很多的癌友一樣 都會組一個癌友俱樂部 對不對 對 然後跟癌友一起來分享 怎麼樣吃 怎麼樣過得更健康 沒錯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特別是講到這個乳癌 好 胃保暑最新的統計資料出來了 103年十大癌症醫療支出 那麼第一名就是大腸癌 那麼這個數字呢 高達109億8千多萬 那大腸癌是男女都有可能會罹患的 那再接著就是肺癌 還有這個乳癌是 大部分都是以女性為主 你看看每年在這個醫療的支出方面 高達103億 那麼剛剛也跟副作請教到 這有可能就是說 大家提早發現 提早做一些治療 那還就是說 現在真的女性朋友 罹患乳癌的比例真的也增加 那還有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切說 如果我們都能夠把這個醫療支出的費用 明顯的下降 大家都很健康 但是我們的稅就可以少收 就少繳一點點 不過這是題外話 好 那麻煩我們的副作上前來 那現在女性朋友呢 會去看乳房外科 或看乳房疾病的 很多都是因為纖維囊種 那纖維囊種在乳房裡面 流來流去 會不會流成問題出來 所以到底是良性惡性喔 那該怎麼辦呢副作 對 那我們女性呢 蠻多去就診之後 然後就診出來呢 其實很安心 但是也有一點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醫生會跟你講說 你只是千維囊種 那你就會很疑惑啊 怎麼弄來弄去 也沒有跟我講出一個 有沒有問題 怎麼樣的一回事 那就講了一個千維囊種 其實千維囊種本身 它並不是乳房的疾病 那它算發炎啦 它是一種臨床乳腺的表現症狀 喔 所以就好像說我們女性朋友 年輕時候 50歲之前都有 規律性的正常液筋 那液筋來之前呢 由於體內女性荷蒙 對於乳腺體的刺激 所以腺體會有一點 乳管裡面水分的滋流 然後乳小葉裡面 纖維質會增生 這樣子有小水狼的變化 以及纖維質的增生 這種生理性的表現 就是千維囊種 是 所以當你千維囊種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怎麼腫起來了 對 硬硬的一坨 有時候好像會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自己有時候按下去 會覺得不舒服 就很緊張說 會不會長得怎麼拍咪啊 對 你就會擔心嘛 對不對 所以醫生就會幫你促診一下 不然就幫你做做 一些影像鞋的超音波檢查 甚至乳房攝影檢查 檢查來檢查器 看不出一個有什麼問題 就跟你說你是千維囊種 所以也就是說 既然講千維囊種 就是臨床上 它並不是一種 診斷的 所以它不是疾病 絕對不是疾病 它只是一種乳腺的變化 所以如果是聽到 從醫生的口中告訴您說 是纖維囊種 你大致上就放心 所以它一定就是良性的 大部分可以說是良性 但是有時候 癌症剛開始當然 當然不管臨床表現 它從促診 影像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久了 它如果慢慢的奇數變化 或者惡化下去 它總是會現蹤跡 對不對 所以縱使說你過去都是千維囊種 但是奇怪 去年沒這個回事 怎麼今年 突然增加這麼多 跟半年前完全不一樣 對 跟半年前完全不一樣 那你就要警戒心啊 就好像說我今年做了一次健康檢查 沒事不代表我未來的一年兩年三年都健康檢查都沒事 中途有什麼變化 你自己還是要有危機的意思 對 因為常常有時候 我們除了說可能自己壓到不舒服之外 要不然就是說在健檢當中 可能超音波顯示出來 好像有一些狀況 那為了要進一步讓自己放心 所以就趕快去掛號 對 未來就醫 所以這纖維囊種 看起來應該不是 不是大的問題 大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有妄長的變化 但它如果說有囊種的話 就是要定期檢查囉 是不是 對 那麼定期檢查 一般良性的話 你可以一到兩年檢查 是可以的 所以陸愛你剛開始 好像是 你都沒有做健檢對不對 沒有沒有做健檢 你發現的時候就是原胃癌了嗎 沒有 我那時候發現的是摸到的時候 你是摸到了 對 我是摸到 摸到的時候我就發現有一個硬塊 可是我就想 而且我外觀沒有任何的改變 那也沒有什麼分泌物 那也不會痛 那你那時候有這個纖維囊種的問題 後來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我摸到的時候 因為外觀沒有變化 可是還是去醫院檢查 就還是惡心了 就檢查出來 那時候馬上就是惡心 沒有從 可能之前就有纖維囊種了 也許有 還是說 這個就會變這個嗎 就會變線瘤嗎 這個兩碼式 這個是生理變化 乳腺癌的對荷爾蒙的組織的反應 是 所以它可以基本上它不是病 它是一種症狀 它是一種乳腺的表現 可是如果到這裡這是囊種 那如果是線瘤的話 那線瘤的話 對 它主要就是我們乳腺的基本單位 乳管乳小葉 它形成了一個界線清除的腫瘤 它往往跟你性荷爾蒙的刺激 是有一點關聯性的 所以這種纖維線瘤呢 它是一種良性的疾病 它是良性的疾病 但是它比較浩花在比較年輕的年齡層 如果說你今天五十歲 五十五歲以後 才以前沒有突然跑出一個覺得 是良性纖維線瘤 那麼你就要覺得詭異了 因為它大部分是年輕比較會長 對 所以副佐有帶了一個 就是纖維線瘤的長的一個樣子 對 它主要就是這些 上皮細胞乳小葉間乳脂質的增生 然後變成一個界線比較清楚 那往往就比較圓形 橢圓形 軟軟的 對 一般都不會很大 可是有的還是可以大到很大 我也有病人大到走路是用這樣子 彎著一邊進來的纖維線瘤 是 所以大部分小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有的你看 這個也是纖維線瘤 可是它的乳房的外型 都已經變成一種像五指山的凹凸不平 這個也是 不是說這樣就是惡性 所以這些生理性瘤可以小 常常是小的 也可以多發 多發 還會多發 長得很多個 所以這個是 有時候會有輕微的壓痛 你就會不舒服 那主要是 它的腫瘤旁邊有神經 那腫瘤對神經 下面頂上來 上面手一壓 那當然就擠壓 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對 不過這種 往往是良性的 如果說 臨床上它沒有持續的成長 快速成長 還是說 沒有往 惡性的傾向的臨床表現 就是它長在那個地方 它就也不會奇奇怪狀 對 然後就在那裡 它就是大小都維持一樣 不會說 今年兩公分 半年以後變三公分 一年以後變五公分 這種纖維線瘤 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怕 纖維線瘤是整個是良性 但是裡面有微小的癌症 也有可能 這種少花的 在良性的背景裡面 有一點小小的癌症 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不常見 所以我們既然宣布是良性 你就看它臨床症狀 它在大小上有沒有改變 它在促診上有沒有 以前軟軟的怎麼變得硬硬的 對不對 那這種外型 以前看不到怎麼 整個都變形了 當然這個就不一定是纖維線瘤 所以這種 每次之間的一段期間的變化 還是你要有危機意識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 就比纖維囊腫的問題 就比較複雜 對 它是一種疾病 就它已經是疾病了 但是還好 它是良性的 那既然是良性 就是說它沒有 隨著淋巴血管行 是眼觸轉移的能力 不會威脅到你生命健康 還好 但這個也要注意 這個也要定期追蹤 對 因為我有時候都很怕去看腹 很怕去看我 有一次他跟我說 奇怪 纖維囊腫 他用什麼形容你知道嗎 他說 你的纖維囊腫 半年之後 怎麼像放鞭炮一樣 我那時候也嚇到 我嚇死了 放鞭炮 不不不不 你可以想到那種感覺 那我很緊張 對 會啊 後來還好 就有進一步檢查之後 沒有人現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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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一忙 說實在的 我相信很多女性觀眾朋友 跟雅芳一樣 有時候你一忙 你就錯過要去回診 或者是檢查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 還是細眠愛狗 這是提醒大家 那我自己要做到 不過我想請到 當如果說有這個纖維流 可能副作者覺得說 嗯 可能要做進一步的 來做這個判斷嘛 對不對 是 所以副作者常常會用到 細蒸細胞 這個就是看我們細胞的 一個變化 抽取數 還有是要出針 有時候是要用到出針 也有可能 對 對 對 如果說我們覺得 癌症的固力 有一點高 那麼你就直接 就用出針的取樣 就直接取組織了 這個常用是用細針嗎 細針或者出針 都有可能 對 不過一般如果整個 比較像良性 我們就不吸 又要那麼大動乾戈 對 就用細胞 抽吸它一下 在超音波之下 或者直接摸到 吸一下細胞 副作講的是很輕鬆 你知道那針 插進去的時候 其實 癌方你錯了 副作你有帶那根針來 但我們是要讓大家覺得 害怕是要去正視它 去面對它 對 我們其實 在超音波之下 就用這個針去吸它 吸它的細胞 然後做個發炎 所以這種動作呢 是在門診的時候就可以了 你不用進手術房 你也不用麻醉 其實對你來講 是一種保護你的動作 因為我們重視說 醫生你再有經驗 有時候你看起來是良性 總是有百分之一到二 你會錯掉 那誰都不希望自己是湊掉的那一位 對 所以你看多了 所以有時候對於說 看起來還是有怪怪的 但是不是說 有一點高度懷疑等等的 那麼這個 基本的動作其實是保護你的 所以每次你來檢查 我做點小檢查等等的 我想不會 小檢查 對 其實我是不會痛 對 痛也是病的 老實講 那個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有的說 唉唷我來得很緊張 其實做了以後 他就有一點 就說我是白緊張一場 對 有的人會痛 有的人不會痛 這種痛倒是很難去解禁誰會痛 路安他怎麼去克服說 緊張 抱歉 又怕痴 都會唱歌對不對 通常醫生就是 你剛剛 對一次剛剛講 就拿那一根在我面前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就看那一根針就 你是沾 我是肉 我是肉 沾頭你 我沾頭你 我沾頭 沾頭會痛 沾沾 你叫我一心天啊 對 因為沒有人家運天 好 所以副作 做了細針之後 還有出針 出針這個時候就要 出針就是說 如果說我覺得有一點 稍微他癌症的固力 比這個還高 比這個還高一點的時候 對 因為細針的好處就是 輕易的就分配良性惡性 對 可是當他是看到癌細胞的時候 他又分不出來是 清洗癌 原味癌 就是對於癌症的組織鞋上 他分不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組織起樣 組織起樣 也就是說 腫瘤用一根小刀片 帶針的小刀片 進去把它穿割出來 就好像蘋果用筷子 抽他幾個洞的意思 那出來就不是細胞了 是組織 那組織就可以分別說 他是哪一種癌症 因為癌症如來 有會轉移的稱為清洗癌 不會轉移的稱為原味癌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賴出征了 或是右邊 對 所以這個出征就可以分別出來 它不是讓你知道好壞而已 它把你的組織分得非常清楚 這是有關於在纖維 就是纖維線流嘛對不對 那在判斷的一個過程 有這幾個方式 還有剛剛我們一開始就是說 我們的乳房 如果說疾病有分為良性跟 可能是惡性的 良性當中第三項就是 乳頭的分泌物 我在想 佛祖您看這個病人 這種乳頭分泌是常見的嗎 應該是纖維囊種比較 或纖維比較多吧 其實有時候你說 常見 異樣的不常見 但是正常的蠻常見 什麼叫正常的蠻常見 對 你一般的女性 大家有時候 大概到了三幾年凌晨 就有經驗去做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一擠之下 痛得有的會痛得哇哇 有的說沒有那麼痛啊 沒有講得那麼恐怖啊 但是回來會告訴醫生說 杜醫師我去檢查的時候 怎麼有一點液體流出來呢 那也是一種分泌物啊 那問題 你懷孕之後 你在餵奶 你會不會餵乳汁 那也是一種分泌物啊 所以其實分泌物有 正常的分泌物 也有異樣的分泌物 所以我們 自我的安全性的理念就是說 哪些是 不尋常的異樣分泌物要知道 如果說你是乳汁 那就不會是乳癌 對 如果說你很強力的去擠壓 做乳房攝影 才跑出一點點 那個是正常的生理性液體 那個也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是有可能 意味著癌症的早期表現 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所謂的 異樣乳頭的分泌物 那我們當然就是怎麼樣去區別 哪些是需要自我警惕檢查呢 對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 一般往往是單側的乳房 從單一的乳孔 流出了 自主性的流出來 單一的乳房 單一的乳孔 所謂自主性就是 稍微一擠壓 甚至你每天內衣 一看 怎麼會上面有殘疾 有血的殘疾 有黃色的殘疾 有咖啡色的顏色 會有味道嗎 大部分不會有味道 大部分不會有味道 因為它化膿惡臭的吸進感染才會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異常的分泌物了 對 所以這種 由它的量 由它的顏色 你就要注意了 就這幾個叮嚀對不對 對 這個四個都可能意味著 也許你是良性的 補腺表現 對 也許 另外一個就是 也許是癌症的一種表現 顏色上也要小心 像這種 淡黃色 血漿的顏色 像這種 這已經是黃色了是不是 這是黃色 對 僵液性 就是黃色的僵液性 對 像這種有一點 咖啡色帶血色 咖啡帶血色 接近血 尤其是有的是 甚至是鮮血 對 那這種都要小心 副師傅 那這個跟遺傳有沒有關係 還是說是 會耗發在幾歲的 那個婦女同胞身上 這種年齡層 年輕跟年紀大的都會產生 不過大部分還是 還是良性為主 可是如果說你有這樣的分泌物 尤其是代血的分泌物 又摸到一個塊狀 那麼癌症的固力呢 就大大都提高到五六層 那也不要害怕去看醫生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乳房外科的醫生 都是男生比較多的 沒錯 或者我們看到這個讓人家心疼 這位婦女同胞 他也不會說 他要去換醫生 結果弄到乳房都炸開了 那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要提高緊缺 要事先做好一些預防 那如果不幸罹患乳癌 所以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稍後告訴你 現代人常常喜歡大魚大肉 吃一些油炸燒烤的食物 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脹氣 這個時候建議大家 可以補充一些木瓜這個水果 因為木瓜 大家知道裡面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木瓜酵素 可以幫助我們蛋白質的分解 跟消化還有吸收 所以我們有時候吃了太多的肉類 蛋白質的食物造成腸胃的不適 或脹風 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適度的補充 一杯木瓜汁或切兩三片 成熟的木瓜來吃 另外它裡面還有很豐富的 這個β胡蘿蔔素 還有維生素B群 還有泛酸 所以這個時候這些功能 都可以保護我們的皮膚 預防我們的口角炎 就是我們常講的嘴角破 這就是缺乏維生素B12的一個 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木瓜也是一個很好的來源 那還有一個現在的壓力大 我們補充木瓜 這個水果的話 也可以抵抗我們這個現在的壓力 還有這個提高我們這個身體的免疫力 然後再次